AG止步季后赛后 宜诺状态又一次冲上了热搜 2-19的数据确实是很扎眼 连6.6都忍不住质问 这场BO7他到底在干嘛呀 GG说出大实话 宜诺是被推上了单子的 2023年KPL春季赛 AG不出意外地止步在了季后赛第二轮 宜诺2-19的数据太扎眼 以至于宜诺状态瞬间再次冲上热搜 然后自然又有玩家提起老话题 AG不换宜诺永远别想夺冠 却没想过 AG唯一一个冠军 就是宜诺在巅峰期拿到的 不过这场BO7他状态不好是事实 连6.6都忍不住质问 他到底在干嘛呀 宜诺又死了 不是这场BO7 宜诺到底在干嘛呀 宜诺又死了 回报回来宜诺读秒了 怎么感觉他心态打崩了还是什么呀 你看他心率也上来一点你看不 他心率从一开始不到100 现在120 111了 这几波死的 刚才那波死没办法 这波死我不知道怎么死的 随后宜诺高情商回答一安的问题 6.6也是直言这个我输 更是开玩笑的说一诺 不配对我说这话 这个也很高情商 靠自己 我帮不了你 这句话耳熟 当年也就是对你说过什么 然后你就转回了 他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句话呀 真搞笑 但是确实是有道理的 打电竞确实 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为什么说 不是跟你来当朋友的 因为有矛盾就得发生 就得吵 知道吧 团队你就是得经过 普通的争论来进一步来成长的 紧接着 AG纪录片结束后 GG也是说出了大实话 宜诺跟当初的花海一样 只是被推上来单责的而已 当我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都知道拍摄是怎么样 怎么样进行的 知道吧 不会带路 不会带路的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听你前面说那个挺对的 就被推上去的 就是成为队长的一个角色 因为你想他换了这么多选手了 对不对 换了这么多队员了 你不就跟花海当时 其实很像的呀 花海当时不也是被 那个中文学不也是被推到 那个队长的位置承担这些东西的呀 你都得承担这些东西 你都需要承担 你都需要进步 你这么承担 总的来说 AG这赛季的成绩 并不能让人特别满意 毕竟他们进行了重组 为了破局 还拒绝月光教练回归的请求 最终成绩定格在八强 自然不能让人满意 至于以诺这场 BO7的表现确实是一般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如果他能把上一场 打KSG的状态保持住 平均一场的死亡数为一 感觉AG真有可能爆冷赢下比赛 只能说人无完人 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别的队友站不出来 就很难赢 更何况AG整个状态都不对 怎么可能赢下E-Star 大家觉得呢